字幕君 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樹林 樹林文化路橋 那邊是文化路橋 這邊有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 也就是我去年 去年2019年 2019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決定嘗試做這種影片的一個拍攝分享 那第一個影片呢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然後這邊呢 這裡就是樹林國下 那時候我講一個這個靈異故事 小朋友流傳的靈異故事 然後今天呢為什麼又回到這邊呢 因為我想來 花點時間啊 來探索一下所謂的狗堤山遺址 那這個狗堤山遺址呢 就是這邊我們看到的 這邊的山 這邊的山坡 一直到前面 前面好像有一條山路那裡 大概就這一片山坡吧 那我是覺得說啦 這個找到的機率應該是很低啦 要找到什麼史前世代的瓦片啊 我看是有點困難啊 不過沒關係 這個就出來走走嘛 凡事總有第一次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 就上去探索 去探索看看 那從這邊天橋上去比較安全 這邊就是關於狗堤山 狗堤山遺址的這個簡介 那這個很久啦 都已經斑駁啦 都已經斑駁啦 這就是以前找到的啦 找到的一些石器啊 瓦片之類的東西 我自己記得之前喔 下雨天看的時候還蠻清楚的 可能需要沾水吧 然後這邊是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 考古的遺址 那以前就是 在日本時代國分之一 國分之一先生所發現的 這個我把它沾水後 果然就是清晰很多啦 清晰很多 有喔 好吧 那我們現在呢 現在就 上去 從這邊上去 稍微看一下 像這種地方啊 其實應該都可以觀察啦 但是只是說現在都很多現代 現代的建築 真的很難尋找 很難尋找 也許有時候找到呢 你根本也認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種考古啊 考古是有相當 相當的難度 不像這個尋找化石 那你尋找化石 只要岩石 看看有白白的東西啦 貝殼啦 你就能夠確定 確定它是化石 那浴石也很容易啊 有各種顏色啦 亮亮啦 浴質化的東西 你看就知道了 所以 這條路 從小爬上我也爬 那 真的啊 看不懂 看不懂那些 是不是有什麼所謂的瓦片 然後最怕的就是說 上面呢 有一些坟墓 那坟墓能夠整修啊 如果裡面有一些什麼瓦 那個瓦器啊 花瓶啊 壁磚啊 把它弄碎的話 那也是 也是要做一些判斷啦 你根本不太確定它是什麼 這邊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反正都走走看 然後有路的地方就走 然後有石頭有瓦片的地方 就觀察一下 否則像這個 都是草 都是草也很難 很難找 很難找 哇 瓦片耶 噢瓦片 現代瓦片 現代的 哇 現代的 滑盆 所以啊 好難找 這個 這種考古 比這個 去探索玉石化石還更難 有夠難的 蛤 瓦片 這個好像花瓶那種吧 這裡的一塊 好啦 這個 不讓大家一笑大方啦 趕快 走走 然後如果有居民的話 可以請教他們 裡面 土地公廟 好像有一些 阿嬤 長輩可以請教 剛才順便的請教這邊居民 他們好像不是很早期就住這邊的啦 所以很多事情他們都不太清楚 然後連這邊有人家在做這個研究 考古研究調查 其實他們不知道 那 代表這個 研究調查 可能 範圍很局限 局限在 某些位置 因為你如果 大 大幅度 大範圍的一個做考古 居民一定會看到 因為你可能有大幅度的 整個山坡 草要除掉啦 人家都要挖掘啦 或多或少都會知道 那沒想到他們不清楚 就代表 當初考古的一個範圍 不是很大 不是很明顯 那這也增加了這個 尋找這個 這個 這個史前時代啊 這種 文物的一個困難度 這個地方呢 喔 這邊是舊的這個登山普大 然後這邊一直上去 是到那個 聖安宮 聖安宮王母娘娘廟那邊 那我走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 小時候爬山 也常走這邊 只是說那邊大路 大的路 建好之後 這邊就比較少人走了 這邊要怎麼走呢 怎麼變成 有個墳墓這樣 那如果要觀察只能找找看 像這邊 有空地啦 菜園啊 是不是能夠找到東西這樣 只能觀察這種啦 沒有地方可以 尋找啦 因為真的不知道 當初他們考古 是在 哪個地方考古的 不知道詳細的位置 感覺這個 尋找這個 狗蹄山遺址 新石器時代的 晚期的一些 陶片啊 石斧之類的 感覺很困難 應該 喔 極有可能 極有可能沒有什麼發現 變成登山之旅 登山之旅 登山之旅 這裡 很久沒什麼人走啦 上面都樹幹擋住了 這邊一直上去 會接到跟聖安宮 接到聖安宮 那邊 那條稍微大一點的路 一些人工廢棄物 人工廢棄物 好了 到這個 大陸啦 那邊就是 剛才如果從聖安宮那邊上來 就是從那邊走過來 看來這種 我這種尋找方式啊 失敗率應該極高 也許應該去 把人家的一些論文 學術論文找出來 基本上學術論文它會 它會標一些它採集的地點 能不能夠 如果是更多的 那就算頂了 那邊 這個 在這個 做什麼 by bwd6